巴菲特和林白里相继对AI发展开金口 巴菲特说 AI发展像是打开潘朵拉盒子 AI诈骗让他觉得很紧张 但这件事情你得反着看 这何尝不是巴菲特对AI的另类认证呢 而广达林白里董事长更形容AI大爆发 犹如磁府列车高速冲刺 一路冲下去会冲到哪里 红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交出了史上最强的四月营收 在这个背后我们就问 AI加上电动车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红海已经用AI工厂造出一步一步的AI电动巴士 AI让巴菲特害怕却让台厂笑了 没错讲到这个AI来说的话 我们来听听这个奥哈马先知 这个华伦巴菲特 他怎么在他的股东会上面讲这个AI 事实上他讲到什么 他说他对AI的这个潜在威胁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他说当我们开发核子武器 他把AI比喻成核子武器 我们那个精灵从瓶子里面跑了出来 那个精灵一直在做一些可怕的事 而这些精灵的力量非常害怕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说因为他最近也跟台湾一样 他接到很多这个疑似是他的诈骗 他说他没有说过这些话 但是他觉得说这个怎么这个 大家以为都说他说这些话 然后他把这些影片拿给他的儿子 拿给他的女人看 拿给他老婆看 他们都觉得这就是你讲的 所以他感受到这种精灵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身位技术 搞到他本尊就觉得这个是我吗 对所以你看他某些程度来说 他说AI是像这个核弹一样 但是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认可AI的潜力的确是无穷的 所以我们来说AI 除了从巴菲特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确认证 这个是AI的一个时代来临 好那也因为AI的时代来临之后 我们跟他说台股了这几天的时候 又开始沾上这个AI的这个边 尤其是苹果也准备要介入AI之后 你看今天台股来到20523点 大涨了192点 这里面来说其实跟AI非常类似 台湾有三档重要的公司 一个就是台积电 另外就是鸿海 另外就是广达 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来说的话 今天股价 我们知道事实上他从这个法说会之后 股价一路跌到这个750之后 最近又开始慢慢上来 今天盘中的时候一度 好像又要挑战这个800块的这个态势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传言说这个最重要的两档 这个AI晶片公司 一个是辉达 一个是超微 他们已经包下说 今年明年的 包括台积电你说的先进封装 有多少就给我多少 这里面包括说像COAS 还有这个SOIC 这两种这个先进封装 那COAS目前为止 大部分都用在辉达的晶片 那SOIC的封装 目前为止是AMD率先采用 那另外的这个所谓DOJO 就是特斯拉DOJO 也准备采用 好那这样 这个消息来说 为什么激励台积电大涨呢 就像我跟你讲 COAS的时候呢 今年的这个产能来说 去年产能才1.5万片 今年要暴增到4.5到5万片 然后SOIC去年2000片 今年要暴增5000到6000片 产能不是一成两成 是三五倍的成长 结果辉达跟AMD还是都要 所以可见今年的AI来说 还是相当相当的畅旺 好所以台积电没有问题 另外第二个是 这个广达的林白利董事长 他也开金口 因为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刚好是他们的这个运动会 那运动会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说AI AI像什么 他说AI不是慢车 AI是什么 新干线 是持幅列车 他说用600公里的速度 在直线的充斥 所以他不是火车而已 他是新干线持幅列车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们现在在AI的发展 是在三角 我都会看不到山顶在哪里 所以显见他对未来的AI 非常看好 所以你看 今天的广达股价 也出现一个上涨的这个状况 那你根本不用讲 台湾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就鸿海 鸿海因为AI的关系 原本以为大家都认为说 他第二季营收不会太好 就比较4月营收公布 5109亿 月增14.16% 年增19% 也是历年同期新高 所以 人家预估说 搞不好第二季 在整个AI的状况之下 他的业绩表现不错 他今天又创了这个 167.5的短期新高 所以就知道 从巴菲特认证说 AI觉得有戏 台湾也觉得有戏 巴菲特怕了 台场却笑了 AI我们今天一路看到 台积电 广达到鸿海 股价一路 高歌猛进的背后 那涨什么呢 涨AI运用 全领域的降临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到 从国防军事的应用 行动装置 到影片的输出 到处都是AI 到处都有台场的影子 对 为什么巴菲特会怕呢 因为这个发展 真的完全超乎人类的想象 第一个 我们跟你讲是奥特曼 奥特曼事实上 OpenAI指引上 他也是点燃 这一波AI浪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讲 他就说我们现在发展AI的方向 他说我一年及时让我烧 五百亿美元 我也在所不惜 你看这个太夸张了 五百亿元你也要烧 第二个 目前为止来说 AI领域来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在这个军事化这一块 那美国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空军的部长 亲自搭上一台飞机 这飞机叫做AI的飞机 叫Vista 这等于什么意思呢 由Vista来控 由AI来控制这辆飞机 然后他坐在上面 然后坐在上面的时候 他第一次跟有人驾驶的 这个有驾驶的这个F16 跟无人驾驶 那这个空军部长是站坐在 无人驾驶那台飞机上面 他们两个head to head 两个dog fight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说哇 他下来之后 虽然说他没有透露 说这谁赢谁赢 但他下来之后真的是 他说毫无疑问 AI飞机真的已经发展到 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个状况了 AI跟有人机空中狗斗的画面 才多久以前 我们说这件事情 已经实现了 因为那个AI你看 上面没有人 这是AI在掌控的 今天晚上你听到的是 AI掌控那架飞机 居然空军部长已经坐上去 他让AI载着他跑 对 他说他接下来要抢的是什么呢 要不要让AI有这个 开火的权利 所以你说到事实上 现在整个AI的这个 在战斗里面来说 已经派上用场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其实在很多玩家 目前玩游戏里面来说 他们都会跟这个玩家交流 结果没想到 有一个玩家在这个 CS2游戏里面来说 他们发现到有一个玩家 就玩家说 有时候都会讲讲 譬如说 君强你来自哪里 就让他发现到 这个玩家的对话 跟我们一般人 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他就试探性 他好像能够知道 我要讲什么 聊天是人跟人线上的互动 他也可以用聊天 去掩饰他AI的身份 所以就知道说 事实上后来那个狠人 还好不容易把他抓出来 发现他说他是个AI 最重要是让AI 我们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判断 他真的还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跟我们对谈 我们可能都真的不知道 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这个苹果在5月7号 他要发表新品 那新品来说的话 传言中他有发表 这个AirPods Pro的新产品 那AirPods Pro的新产品来说的话 其实他里面来说 在这个苹果揭露的 这个iOS 18里面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那根据这个彭博社的 这个预估是说 他准备要弄一个所谓助听器的这个模式 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 这个算是耳聋的人了 因为他听不清楚 然后他成为这个困扰 那问题是一个助听器 动辄10万20万 结果他可以用这个助听器模式之后 他可以帮你过滤非常多声音 然后让你直接的耳朵 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等于是说 如果你耳背或是这样的话 你透过这个 还可以让你的声音听得更加清楚 然后而且他会有 未来可能会有非常多模式 譬如说我在听声音的时候 如果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可以顺便 我还可以听到 我里面有音乐 我还可以听到 还跟我讲什么 所以那事实上这个 未来的变化会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这件事情是一个 超级超级超级革命性的一个发明 也就是说 听障的朋友 他光是装一个助听器 那都是额外一笔不小的开销 现在没有 AirPods Pro 直接把这个内建 倒变成另外一个所谓的助听器模式了 所以那事实上这个未来来说 会有非常多的人类 改变生活的一个状 这是靠AI 因为它要靠AI来把这个声音杂讯过滤掉 那除了这个苹果的应用之外 最近中国也在追 因为事实上前一阵子 美国有发表 OpenAI的SORA这个影像 那这个是Vidu Vidu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像 是中国发布的AI模型 这就是用这个AI生成的相关的影像 好那这是由谁 这是由中国的清华大学 还有一个叫声速科技 他们发表了这个Vidu 他就说我们可以一键生成高达16秒 然后画质是1800万画素的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画面还蛮真实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状况 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他发表这个状况是最近才发表 我们相对你看就有很多元素 龙的元素 你只要跟他讲一句话 一个文字描述 AI就帮你的文字 画为这一段高清的影像 直接变成一部为电影了 对 没错 那我们事实上这个对比来说 当然是美国的SORA 那美国SORA 你可以看到其实Vidu虽然不错 但是他目前为止跟SORA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他生成的画面 你仔细看 不像SORA 我们看到SORA之前 二月发表的这个影像来说 哇 相当的复杂 你没有 它很复杂 在东京的街上 然后你看灯红酒粒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SORA 他的这个影像 跟当然Vidu的影像 Vidu比较简单 它比较困难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连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说 运算力到底差异在什么地方 决战算力 就决战那个晶片的工艺 工法跟技术 后来就是回到了台积电的 这个AI晶片 得台积 得天下 要不然你看 这个地方一句话 给你十几秒 这个地方可以唱一首 MV秀出一个 极为绝美 有高低起伏的MV出来 对 它还可以弄个维建 一分钟就可以生成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知道 虽然说算力决定一切之外 台湾当然是 毫无疑问 我们是硬体中的王子 另外一个 韩国现在还在带 为什么韩国还在带 我们这样 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在发展 那美国当然也在发展 那 于是呢 现在这个 其实黄连勋之前有提出一个 叫做AI主权的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各国都要发展AI 但是韩国现在就说 我们首尔大学 还有什么 韩国科技学院 等等这种AI的这个大学呢 我们目前拿不到晶片 说真的 目前为止来说 辉达的晶片 要嘛就是被NVIDIA Google拿走 被这个Meta拿走 等等拿不到 所以他说 我们目前为止 没办法拿到这个最新晶片 我们只能够用旧款的GPU进行研究 他说如果我们要复制 SORA的这个产品的话 可能要高达 148年的时间 所以 未来AI领域里面来说话 里面有领先就是落后 所以这也是一个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强大的这个竞争 继续来看 AI的应用 已经全领域的覆盖 今天刚提到 高歌猛进的这档股票 鸿海 鸿海如何凭什么 一手AI 一手电动车 一路往下飙下去 我们就问 当鸿海可以做到 AI的无人工厂 造出AI的电动巴士 那他的下一步呢 对我们知道 事实上今天鸿海160几块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很有戏 为什么呢 你看鸿海的营收 当然非常棒 但是鸿海营收 除了他自己本身这么办 他有AI 还有苹果之外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 没有预料到 他今天逐渐开花结果 那就是在电动车这一块 是 我们知道事实上 N7目前为止 已经在台湾的这个车子领域 已经排到前几名了 交车的这个状况 好 那里面来说 鸿海先进非常重要 他主要代工就在这些公司 你看 鸿海先进有公布 四月营收 12.71亿 月增 82.5% 年增 2141% 所以也就是说 他目前为止开始交货 好 那交货之后呢 我们知道鸿海先进 或是 这个鸿海的这个电动车 今年有两个题材 除了N7继续交车之外 还有一个N7 有一个量产版的 这个续航力的这个比较高的 他也就是说 续航力可以提升到700公里 这个预计呢 在第三季要推出 所以当然 又会让他销售量增加 另外一个 他们还有一个低价版的 就是所谓跨界修理 就是这一款 过去这个鸿海发表过 叫做Model B的这一款 那Model B的这一款呢 纳智杰已经有申请 一个N5 所以这一款的车 看起来的话 在今年恐怕也会出来 好那这一款车 比较有意思的是 第一个 它是跨界修理 符合年轻人需要 第二个就是 它的马力230匹 那0百加速来说 6.6秒 也符合年轻人的喜欢 另外一个 它的续航力 原本去年是450公里 公布的时候 但它经过软体的更新 还有散热的更新之后 可以增加到500公里 所以这个续航500 然后这个0百的话 是6.6秒 尤其是你在弄个 这个双马达进去的时候 可以0百可以3.9秒 所以很多市场人士 都在觉得说 对它看好 所以才讲嘛 你看红海 N7 N5 然后红华先进 加上说AI 我们讲了那么多 红海是首要指标 苹果要发展新产品 所以你就知道说 红海绝对是 今年下半年 最有戏的一档股票 各位朋友 今天大家都在热议着是 29年没有调涨票价的台铁 要动了吗 台铁在民意化之后 第一步就规划出 三种不同涨幅的方案 3%到5% 而我们算了一下 北高自强号 一张票从现在 843块一口气 破千 会超过1100块钱 台铁一动 那捷运呢 高铁呢 会不会跟着蠢蠢欲动呢 经济部长王美花不是说 不准你们以提高 这个电价调涨为由 来调涨你们的物价 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 如果连大众运输的票价 都撑不住的话 那么这一张台铁票价 就不是一张票价而已哦 它刮起的涨价螺旋 致命的蝴蝶效应 会有多严重呢 是这个月 大家刚缴完税 荷包军才刚失血 但现在可能又要在失血了 因为台铁可能要在 睽違29年 要再调票价了 今天交通部的次长 在立法院就说了 台铁已经29年来动涨 那预定了 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要调整所谓的票价 哇 此话又说不得了 很多是今天上班上课了 很多是靠台铁通勤的 这些学生跟上班族 未来你的荷包里面 可能更要失血 为什么 他们现在定出了 所谓的三方案的调涨 其实他们初步来计算 大概包括区间车 自强号 菊光等等 大概都是35%到45%的调涨幅度不等 我们就举例来讲 如果你是从台北到高雄 因为很多人还是从台北到高雄 习惯搭台铁 过去的票价可能是843块 但是如果调价了40%左右之后 要来到了1218元 甚至涨了将近400多块钱 你知道吗 那这个票价大家看一看 怎么就跟高铁到台北到高雄的钱已经差不多了 差了200多块了 根本已经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你这样一涨价之后 会不会等于是逼跑了所谓的台铁的旅客 反而变成高铁的人搭的越来越多呢 再来如果你今天是从台北到板桥 板桥到台北 你平常是搭这个所谓的驱间车上班的民众 未来如果票价调涨原本一趟单程区间是15块 接下来也要变到20块钱左右 一个月下来你也多了200多块钱的支出 所以现在严重的是 29年没调涨的台铁票价如果一涨的话 如果按照你一算的话 之前他已经几乎咬着高铁了 那我就问 你如果差没多少我就来去坐高铁的啊 所以就造成说台铁之后北高可能就没有人搭了 我差200多块我刚才不去搭高铁就好 第一个速度快服务好 再来品质加 我搭高铁就好干嘛要搭台铁呢 所以这很多民众的新生 但问题是现在高铁也可能会调涨 高铁也要涨了 高铁可能也要涨了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高铁 北高大概1490元嘛 你从台北车站到左营站大概1490块钱 但现在如果要调涨的话 有可能到什么价钱 到17201720块钱 如果今天台铁一涨的话 高铁也纯纯欲动了 九年我都没有涨 那我也要涨 大家有样学一样 那这是我们讲到的可怕的蝴蝶效应 你涨大家也跟着涨 百物骑涨 大家跟着涨 可是民众还是觉得说 既然台铁看起来涨幅更多 它涨了快40% 那涨了40%之后 民众想说不然这样子好 我还是选择搭高铁会比较舒服 就像我刚刚讲的 高铁是不是搭冷气吹起来比较凉 然后坐起来位置也比较舒服 整洁度也比较好 甚至速度会比较快 那为什么差200块钱 我不搭高铁 我当然搭高铁啊 可是你是搭高铁 高铁也要涨了 只是给你涨一个15%而已哦 就已经1720 北高一趟 那如果涨更多 20%的话 不就快要2000块了 换句话说 从台铁到高铁 你要找一个不涨的 你根本找不到 那不然我退一万步说 我做国道客运好了 是 所以像国道客运 坦白来也要涵涨 它除了高铁台铁之外 像国道客运也要涵涨 我们就看北高最明显 北高要涨多少钱 将近36块钱 那现在北高的客运 国道客运大概 这个票价大概是 550到590不等 还有分早上跟晚上不等 那如果你加了36块钱之后 其实就是600多块了 那其实台湾 600多块 北高路对一般上班族来讲 或许还可以负荷 但是你要想 搭高铁最多的是谁 是很多大学生族群 一个涨价之后呢 对他来说 他负担很重 你知道他来回可能就要 多付了好几百块钱 所以对很多民众来讲 包括了高铁台铁跟客运 纷纷喊涨之后 我荷包已经渐渐实险了 可是你看 为什么选担这时候 韩涨 跟店价大有关系嘛 这之前不是 完美话不是说 店价要不要涨 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物价调涨 等等 你说跟店价有关 不对啊 今天交通部次长 他说的是 台铁票价 因为29年没调整 所以我们考虑要调整 听起来合理啊 他也没扯店价啊 这个只是个理由而已嘛 他要有明目涨价嘛 店价调涨 台电的成本 他也预估哦 至少涨到2到3亿元 所以你2到3亿元成本之后 你会不会转交到票价 会啊 当然会嘛 所以就变成说 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公共运输 票价都要调涨 那可是这一调涨 大家要注意哦 会形成一个三书情况 怎么样 台铁书 客运输 高铁也说 我们回顾一下 去年9月份中秋节的时候 大批的民众 到那个高铁站 排了好几圈 大家会问什么 为什么不搭台铁 不搭客运 因为高铁速度快嘛 因为票价 大家看起来 所剩无几的时候 大家会选择去搭高铁来做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的台铁跟客运 票价慢慢追上来的时候 如果高铁票价没有涨的话 那大家就选择搭高铁就好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 使得我们的客运 跟我们的台铁的亏损更严重 一定会 因为没有人要搭了吧 所以你第一个 那这样也会影响到 我们高铁服务品之后 我们知道 过去我们搭高铁的时候 如果它是很多人在上来的时候 尤其廉价的时候 很多那个人一起 集到上面 他是用站位的 站位之后 会不会影响所谓 打扫而已 在旁边帮你清理环境 会啊 也会影响所谓的餐车 帮你推进来 所以我说真的 王美华说 不应该用电价来调涨物价 可是活生生 血淋淋的例子 就摆在眼前 你的电价 确实会影响到 物价调升 好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听到这个地方 从我们扣回 刚刚一开场 跟大家报告的 秀琳 这样一张 29年没调过的台铁的票价 要是给它调上去了 它刮起的贡办效应 会多严重呢 这个可能已经不是 温水煮青蛙 现在是废水煮青蛙 直接熟了 青蛙都快要跳出来了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明明就是涨电价 所造成的成本的电高 所以这些交通运输的 费用要涨 但是就是经济部 涨王美花 现在他虽然只有几天的任期 电价涨价是他拍板的 他说不能够用涨电价 来作为涨价的借口 是告诉大家所有的业者 那你总不能你自己管的 这个交通运输 就涨电价了 所以大家只好说 因为我是29年 我是18年 我是9年 没调涨 大家都找一个理由来涨价 但是你可以找这个理由 其他王美花说 不能用涨电价当理由 来涨价的业者 也可以找理由 我是什么理由 所以我涨价 我不是因为电价涨价 那这就会造成 刚刚所说的 这个整个共办效应的 不断的螺旋的往上 那通通加在一起 王美花虽然说 这个电价对一般的家庭来讲 就是两颗茶叶蛋的价钱 而已算什么 你这个两颗茶叶蛋 那个两颗茶叶蛋 后面是不是变成两锅茶叶蛋 的价钱 可能都没办法 我们以这个中丽红小姐的例子 那她住在中丽 其实她在台北上班 她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例子 而且她就在这栋楼上班 那她住在中丽 从中丽到北车 她这个火车票 如果现在要涨的话 她本来一天来回是114块 那以现在票价的涨幅45% 就是最高刚才讲的台铁要涨45% 你能想象吗 一个票价涨45% 这是多么高的比例 一天她要多26块 那一个月22个工作天 她从中丽到台北的通车 一个月就要多花572块 那一年要花6000多块 这个只是她所有的生活费用里头的 一小部分 就是每天上班下班的通勤费用而已 假设她不是假设 她真的是高雄人 她虽然住在中丽 在台北上班 她是一个北漂生 其实她是人住高雄 她必须回高雄去看她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她的家的长辈 所以她台北高雄 必须搭高铁的话 单趟是1490 那来回就将近3000块 假设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女孩 一个月回去四趟的话 你知道她一年要花多少高铁费吗 她要花15万 她才有办法 每个礼拜回家去孝敬她的爸爸妈妈 这个是9年没调涨的高铁 不能调涨的情况之下 你要花15万 刚提到了 如果调涨15% 那就要乘以1.15 就是她要多付出这么多钱 所以她恐怕没有办法 每个礼拜回高雄去看爸爸妈妈 或者是爸爸妈妈 要在这个部分 去给她一些金元 她才有办法回家孝顺父母了 所以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 绝对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活的压力 所以不是一句话说 不能够因为涨电价而调涨价格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型的问题 还有住的问题 这个租屋指数 那目前看起来是持续的往上飙涨 我们的这个主计处所公布的 三月份的租屋指数是105.57 这个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平均每年大概涨1.1%而已 但是这一次的涨幅 今年到去年的这个涨幅居然是2.24% 而且这个趋势看起来没有要停止的状况 因为接下来央行已经升息了 通膨也继续往上走 通膨怎么来的 就是刚才涨电价所造成的共办效应 会让通膨往上恶化的可能性 急剧的升高 所以有通膨有升息 那这个租屋指数恐怕也会继续的攀升 那我问你 这个孩子他因为北漂台北租房子贵 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就住在中立 也就是说他宁愿用通勤换房价换租金 住在中立来北车上班 现在交通的部分要给你涨了 可是你现在讲连我安居在中立的这个租金 也不一定守得住 因为租金指数一直上去 所以他现在最怕的是房东涨他房租 他现在在中立的租金是8000块 那同样的这一个平数 他在台北恐怕是两倍三倍的价钱 所以他愿意住在中立 然后通车到北车 还好他上班地点就在北车 不是到了台北车站之后 他还要再转一趟车 到这个台北的其他地方去 这对他来讲 当然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点 但他现在担心的是 这个8000块的房租 能不能够守得住 那一方面有两个不利的因素 一部分就是政府不断在推 这个租金补贴的这一个政策 要求要这个房客可以把租金 可以报税这件事情 但是房东通常是不愿意的 那这件事情如果你拿去报税的话 得到了政府的这个补贴 但是呢 这个房东一定涨你房租 因为这是他的税金的负担 那以他来讲 这个以另外一个房客来讲 以台中来讲 这个租金补贴 如果是2880块的话 他一旦把它拿去作为申报 那房东就会说 那我加5000块租金 才能够cover我 因为这些房东本身 他的税负的基础就比较高 但有这个租金收入的增加的时候 他的累进税率 跟你这一个小小房客 得到的补助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他一定是涨你房租的 你也喜欢逛生活百货吗 放眼全球 我们看到日系的堂吉科德连锁 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但你知道 我们也有台版的堂吉科德吗 是保养吗 是全联吗 都不是如果他是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了 这就是态度很低调 投资超迅猛的小北百货 电很普通 投资非常的狂 他除了生鲜 什么都卖 这个小北百货 凭什么30年屹立不摇呢 下一步 人家还要拼上市贵呢 一年1300亿的生活百货商机 全联来了 统一也来了 我们就看这一场厮杀 谁能笑到最后呢 事实上住在台北的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对小北百货 就是说 我知道有这家店 但是对于住在南部的这个观众朋友 一定会说 小北百货 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 他已经创立了30年 结果没有想到呢 一般大家只认为说 你卖什么生活百货啊 这些东西 赚的都是一点点的小钱 但问题是人家现在宣布要砸10亿 在新竹盖智慧物流中心 而且占地要到1万平 哇 这就是我们讲的铜板经济 打造铜墙铁壁啊 而且呢 他现在最快 今年Q4就已经会启用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盖起来了 这个仓储进来了之后 你以为他只有仓库而已吗 不是哦 他要做到全自动化的仓储减货系统 所以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 你今天只要门市这边有出货出去 他这边仓储系统呢 立刻就减货帮你补货啊 你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生活百货 就是这些啊 我刚刚提到了 罗西闽探 还有更多生活会用到的东西 居然可以让你砸10亿 去搞一个物流仓储物 所以呢 过去他的主力啊 事实上他的仓储中心 在所谓的台南 你知道吗 但他现在呢 基本上要盖在这个新竹的地方 就是要把主力拿来 供应中部以北的门市啊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讲说 像这种所谓生活啊 量饭啊 这些东西 很多人也会想到说 还有一间叫宝雅啊 宝雅也卖很多东西啊 你知道吗 宝雅同样在这个 所谓的台南起家 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有 200间左右这个门市啊 结果他们在桃园啊 也盖了一个仓储物流中心啊 当时的花费是2.5亿左右啊 那我们就讲2017到现在 老实讲 物价啊 或者建材有些上涨 但问题是10亿在进啊 很多人就觉得 天啊 你们这两个不只是PK 而且就已经在比规模比大小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 决战1300亿的生活百货商机 一开始你看到 哦 这个是南霸天 小北百货要挥军北上了 台北有什么 台北有统一呢 台北有全联呢 有糖果你好吃吗 如果就量饭店来看 很多人会看到全联 对啊 因为全联以生鲜啊 最早其实是打生鲜为主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 全联后来跟大论复 跟这个大论发啊 他也推出所谓的生活百货 而且你知道吗 他现在第一家测试店要开在来 开在高雄前镇啊 哎哟 哎哟 都在南台湾短冰箱街哦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我刚刚提到说 生鲜你想到全联 这个没有问题 没错 但他现在告诉你说 我也要走五金啊 是 走五金 大家会觉得说 哎天啊 你走五金 这不是你过去的强项 你现在也要进来吗 我告诉你哦 他在这间店里面 将近四百坪的公间里面 他导入了大论发 三千三百六十六项的这个品项 哦 不要忘了林敏雄 还有大论发 是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 做为结合之后 你知道货品价 这个价数已经占比 或增加所谓的这个五成 是 但问题是 你今天推出 要做五金的这些东西 第一个大家联想到 这个小北百货 不是也做这个吗 而且我跟你讲 他针对性极强 因为前年插期的位置啊 距离这个所谓的八百公尺远 其实就有一间 所谓的小北百货耶 差八百公尺 八百公尺我们走走 其实还真的蛮接的 所以这两墙啊 在这里短兵将接啊 很多人就觉得 哇天哪 以后这个量饭市场 可能会整个大乱 你知道 我今天讲到量饭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你也不容小觑 因为康世美 康世美在过去的时候 你讲到康世美 会想到什么 药妆的相关的东西 你会去那里 结果现在没有 我告诉你 他也导入生活用品 包含饰品啊 袜子这些东西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包含有一些生鲜东西 他现在也给你进了 他这个所谓的冷藏柜里面去啊 所以呢 你知道吗 他本来有一个 两百坪的这个旗舰店 他们现在已经喊出了 一个目标是什么 你知道 我刚刚讲说 你要什么生活五金 你往小北那边想 你要这个生鲜 往这个全年这边想 但是现在康世美 喊出一个好语说 他要建立的叫做 都市小百货 意思就是 你要想 你也可以先来 康世美找看看啊 小北百货 有你怕吗 其实我们来给他看到 为什么他有办法 店看起来也就这样子 也没有很凉啊 可是 他凭什么毅力三十年 秘诀就在于 他打造了 叫做铜板经济 背后的铜墙铁壁 三十年 毅力不搖的秘密 在哪里 其实你看 我们要买这种 所谓的生活百货 或者方便性的 像这个台湾最近 这两年的时候 不是引进日本的 唐吉柯德吗 对 很多人喜欢去逛啊 那个音乐就一直放 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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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在洗脑你 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呢 你知道小北百货 就被称之为 叫做台版的 唐吉柯德 以目前来讲 他的分店有193天 193天 但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 年营收 你刚刚讲说 那种铜板经济 年营收 可以达到 三十亿左右 所以你不要小看 他这一家店 因为通常你会看到 他其实有很多 就是有铁皮屋 或者是一些搭建起来 但问题是 他有一个强项是什么 你走到里面去 你会发现到 他产品的品项 非常的多 你要各种面向的东西 几乎在那边都找得到 而且还有一种是什么 你知道 你也不用担心到 架上去 你要问他说 你这东西有没有 他跟你说没有 因为很简单 他的库存非常多 保证买得到 保证买得到 再来就是呢 他的零食跟饮料 也走比较低价之外 其实我觉得 他有一个最强的 你如果三晶半夜 突然三点钟 想到我缺什么东西 很多店家都没有开 小杯百货打的叫做 24小时 全年无休 他的193间店 全年无休 这就是非常猛爆的 一个立即 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救急的时候 我来到这里 我都能买到 我要买的 而且之前网路上 有一个女网友 他就贴了一个文 这个文 其实他就是站在 小杯百货的门口照相 还说什么 早上的6点30分的 小杯百货 当妈妈懂得都懂 6点30分 6点半 他一直等我通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简单 有时候像我们这种 带过小孩的就知道 有时候小孩子 你真的很难要求他 前一天要把东西准备 经常都是要出门的时候 爸爸 我今天老师要用水产 那你这个妈妈怎么救急 没有怎么办 很简单 小北百货有 所以他当时贴出这个 好多网友就讲 对啦 我告诉你 小北百货 就是父母的神队友 为什么你缺什么 通通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那我们就讲实话 其实这也就是他为什么 可以毅力30年不倒的这个原因 你想想看他主打什么 叫做救急财 意思就是我缺的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后 你只要想到小北百货 周边有 你也跑过去 你知道吗 他们当时 其实最早的时候 不是24小时一夜 那个时候呢 他们那时候有早上时段 一直都要到关门 可是你到夜间时段的时候 老实讲 你有时候员工难请 所以那个曾经也有很多 他们那时候开店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我开得越晚的时候 就曾经有 就是那种小偷 你知道 就走过去顺手牵牙 摸摸摸摸 当时有一间店 他们当时被偷走价值 将近50万的产品 这不小的庶木 所以他的创办人 黄浦文 那个时候就经常 就是到处去 去这个巡逻 你知道 就是看这个店里面 结果他说有一天 其实之前很多人就劝 你晚上没什么很多生意 你干嘛这样子 每天这样跑 还没搞24小时 你还到处去巡逻 他那时候其实 就觉得就是说 对啊 好像也觉得 你晚上开 就是成本 电费什么 结果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在巡逻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客人 他跑到这边来 那时候他店 还没有24小时 他那时候正要关门了 结果这个客人 就拜托他说 拜托你问一下 我真的缺这个东西 所以他那时候 那个心 那个想法就变了 他觉得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 有这些客人 有需求 事实上我也是一个商机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这一个转念 小北百货变成24小时营业 再来就是什么 其实我们一般很多店家 其实为什么你要缺什么东西 有时候到店家买不到 你知道 因为呢 很多店家只选择 卖热门商品 这比较少了我就要钱 这东西 比较少了 我现在整个放在那里 都会吞吹 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巨砂城塔 你看 那一年可以做到 30亿的生意 就说一个 没想到的 还要拜拜 小金的金汤 还要拌 拌的水年 这些东西你要买 你不可能立刻可以买得到的 这里都有 而且重点是 你多久买一个那个 对啊 你金汤是买回来的 你可能一年 好像用一次 用三次 但是你那个桶子 如果不坏 你可以放好多年 没错 所以很多店家 根本不愿意进这种东西 可是呢 小北百货 他当时用的叫做 他不要黄金法则 黄金法 那个法则的概念是说 其实你店内 如果有100项商品 基本上一般的店家 会着重在 20项的主力商品里面 那其他那80项 说真的 因为你的获利率 80% 是来自于那20项产品 所以你剩下的80%的品项 有的时候没有 没有就算了 可是你看他讲 库存保证买得到 所以他现在什么都卖 三角椎套都卖 你知道吗 那你会觉得就是说 那你如果是卖的话 你这净价越便宜 你今天卖出去 利润就越多 可是这个老板做生意 老实讲 很多人觉得他头脑掉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像之前就有业者发现到说 他们进了一批的 这个美奈米的这个餐具 那结果呢 原先的要出去的 这个出货的时候 才发现到说 上面有一些这个瑕疵 那一瑕疵的时候 其实老实讲 瑕疵饼就打回来 结果你知道 他本来的进货价 是40多块钱 那你进货价 40多块 你差不多卖50块 60块 你才有赚 对啊 结果呢 那一批 他们拿到的进货价 变成8块钱 因为瑕疵饼 不然你就报废掉 但是同业很多人就讲说 这家老板户了 你知道吗 户至病轨 为什么 你如果进价是8块钱 结果你一样 都卖50块60块 你利润翻多少倍啊 结果没有想到 他进货进来 隔天东西打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卖多少钱 卖多少 进货价8块钱 卖9块 他佛清 他在出来 够朋友的吗 不是 这个面诃就是这样啊 是 所以他因为这样 反而打响 那个他的名号 你知道 因为小北百货 其实我们以前进去逛的时候 觉得 那个走到 会真真哦 对啊 東西很多你都要帶出去 但是他的所謂的店員就永遠有辦法 找到告訴你東西在哪 所以這就要從他的創辦人 黃浦文這邊來說起 事實上他1986年在創辦的時候 他正常不是這個 他是開海產店的 海產店實在也沒有違和感 你看這個店面如果變成海產店也很像 我把招牌上面寫海產店你會覺得是 我跟你講他之前在台南西門 小北路口這邊開了一個 叫太平洋海產店 那時候開到有六家分店探到冰過 你知道嗎 但後來呢因為那個台灣遇到 經濟泡沫的這個狀況 那很多餐廳就開不下去了 你知道嗎 他有一次因緣際會跟一個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就接觸到了五金的大盤商 他那時候一轉念想說五金大盤商 就沒有什麼 海鮮有這個保存期限的問題 你煮得好吃 壞吃 還有一個問題 重點是食安問題 大家要給他在乎啊 路西面燙水年金燙 不會壞啊 生生的就處理嘛 所以他那時候就把海產店收掉的時候 用了一百萬 搭這個清康價開始賣東西 可是我剛剛講 他為什麼會留著住人財 他甚至有一個一千塊哲學 以前早期都是發薪資帶 他在薪資帶裡面還比薪水多放了一千塊錢 為什麼要這樣 他要看哪一些員工 譬如說我在薪水打開 老闆給我一千金收起來 沒跟你講 有些員工就會說 老闆不好意思啊 你多給我一千塊 我跟你講這是誠實的員工 你知道後來這一些啊 當時有些高心高鬼你知道嗎 他就覺得這個員工誠實 而且也可以用 後來幾乎成為 他小杯百貨裡面的重要主管 給大家來看這段畫面 習近平抵達法國訪問 前來接機的法國總理 見他第一句問候就是中文說 您好 習近平也回應他 你講得很好很標準 你就看這來回短短10秒不到的互動 就是沒有槍炮聲的戰場 為什麼 要我買你的擺架空八可以 你得低頭跟我說中文 而說到了獨裁者的文化工房 金正恩才是個中高手 真正的狠角色 我們今天帶您看到 他如何利用洗腦歌取代泰勒斯 變成了全球最夯的神曲 同一個時間 兩名少女 只是因為偷看南韓的戲劇 居然被公開處決 驚呆了目擊的群眾 中文來告訴我們 金正恩在背後裡水有多深啊 你知道最近有一首MV叫 《河矮的父親》 在抖音平台瘋狂地席捲歐美 歐美的年輕人都在看這個MV 那大家在看MV《河矮的父親》 現在知道男主角是金正恩 很多人講什麼不是泰勒斯啊 甚至很多人說 這金正恩介紹 《河矮的父親》歌曲詞曲都很好記 朗朗上口 所以開始有人學這首歌裡面的人的動作 學他在怎麼跳舞 學他的手勢 你看有沒有 歷世代尤其是年輕人 但很諷刺的是他們可能不曉得 這首歌其實在歌頌的是 北韓的獨裁者狂人 在射飛彈 甚至說要消滅你們美國的甚至狂人 你們竟然還在這樣子的風行他的歌 這樣的一個MV 居然被形容是超越泰勒斯變成的 製霸地表所有的MV 這個也是自己關起門來 自己爽而已啊 大內宣誰不會 再怎麼樣也就是北韓人 歡迎你大統領 怎麼了嗎 不 我們來告訴大家 居然就你追劇 看所有的動畫裡面 都有金正恩偉大子民的傑作在裡頭 我現在跟主持人報告 那你說剛剛那個影片 怎麼又會再投音 一定有人上傳嘛 所以可見現在北韓是有計畫的 在發動文化滲透戰 你知道根據Google的資安人員研究員發現 說在北韓網路的伺服器裡 竟然有很多知名美國像是HBO 亞馬遜他們的一些動畫 有些動畫還是超人氣的 超級英雄的動畫 可能就要準備隨時都要上架了 那為什麼美國在治安北韓 結果你北韓還可以參與 美國的商業活動呢 當然不是 原來是這樣 後來在資安人員就發現說 這裡頭每天都會有一份檔案在更新 代表就是說 這其實是北韓間接了承包的 美國動畫的製作 今天如果粉絲們在追劇 在看動漫的時候 你的點閱你的流量 我們都在幫金正恩賺錢 金正恩賺了這些錢 船艦炮利 再去打他的飛彈嗎 是啊 過去你講到北韓 不管我剛才播的MV 還是說這些的攻擊 要嘛就是武器 飛彈 大炮 那麼要嘛就是洗錢販毒 現在不是金正恩完全改變他的做法囉 這個就是我剛才一開始形容的 這個是沒有槍炮聲的戰場 這個才是洗腦洗魚無形 慢慢慢慢就把你煮熟了 我剛才這個我覺得這招最厲害 我問各位 石鍋拌飯是誰的 南韓的嘛 南韓的啊 對啊那我現在給你看 那這是什麼石鍋拌飯嘛 是 不對 跟正這叫平壤拌飯 那我知道大家都說這平壤拌飯 那不是他怎麼看都像石鍋拌飯啊 原來北韓最近他們的宣傳月刊 錦繡江山不斷的向觀光客推說 來我們北韓觀觀 就要吃這個 我們北韓已經被申請為地方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平壤拌飯 但是奇怪咧 你北韓不是跟南韓說要劃清界線 說你們是不同民族嗎 就你現在看南韓的KPOP文化很流行 南韓的很多的這些職衣住行 歐美人都很哈 你就開始趁他的熱度 就說我也來做個拌飯 可是這拌飯明明就長的是石鍋拌飯 但他卻取一個名字 是平壤拌飯 而且還很諷刺喔 他說這是我們北韓人的平民美食 不然你北韓鬧飢荒誰不曉得 這裡都有牛肉有蛋有飯 他還講我們北韓人都吃這個 所以文化戰很明顯嘛 現在金正恩這麼做 而且還很成功 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輸出 但是這是一種攻防的過程 那要是被文化散透呢 要是被文化入侵呢 那講到文化入侵 那就是毒素了嘛 過去其實北韓是一直防止南韓在這麼做 所以他們會禁止他們的年輕人去看韓劇嘛 可是你知道其實在這個 我們說的清丹郡 他是很靠近南北韓軍事交界柱 那清丹郡的北韓的一些少女 他們就會收到KBS-1他們的這個訊號 然後他們就看那個 這個在韓國南韓是公事嘛 他就看他的這個裡面的這些連續劇 就被林基舉報 被林基舉報照北韓以前的做法 第一個會公審批鬥然後就勞改 最多就是三到五年的折磨 結果你曉得嗎 就可能我是看個愛的破將 還是我看了這個送中機雙送的這片 結果看完畢之後 這兩個少女不但被公審批鬥勞改 最後還直接在眾人面前公開槍決 公開槍決 這兩個年輕女孩子 只是因為看了K-pop的內容而已 照我報告去一下 你嗅到什麼意味 嗅到就是說 我北韓可以向全世界發動文化戰 因為我失從你南韓 但我絕對禁止我北韓的任何人 被你南韓文化滲透 這幾天越來越多的推播 那個標題好聳動 到底怎麼回事 說金正恩準備幹大事 我來播一部片給大家看 這部片就是當時南韓的宋仲基演的 太陽的後裔 在裡頭有一幕 你去看 南韓的特種兵 當時同事不小心拿了那支筆 在那邊筆劃來筆劃去 還想舔 結果旁邊的人跟他說 這個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劇中描述的是 那一支筆裡面有毒 筆裡面怎麼會有毒 那其實就跟當初我說金正恩 被金正恩刺殺 用神經毒劑也是砰一下 那這些 殺人於無形 殺人於無形 所以這些東西可能是在筆上 可能是一個噴霧劑 所以現在南韓的情報就顯示 北韓新型態的戰爭 可能是發動小型的秘密攻擊 鎖定南韓的使館人員 而用的很可能就會是毒筆 或者是噴霧劑 那北韓怎麼會有這樣的 深化攻擊技術 而且已經到達的軍事級呢 其實根據俄羅斯的情報顯示 北韓有一個秘密的部隊 叫810部隊 這810部隊 轄下所管理的平壤生物技術研究院 他們會在離島的地方 假借說我們其實是在研究 怎麼改善我們北韓的農作物技術 北韓不饑荒嗎 怎麼優化我們的農作物技術 但其實不然 他只是借這個為藉口 但真正在研發的都是一些 生物攻擊的武器 像碳鞦桿菌 或者是天花 你要知道這些可能就一點點的量 再透過幾個人就好 到時候來無影去無中的去攻擊 等到你南韓真的淪陷了 真的都已經被全境擴散了 人已經跑了 而且這時候你才要再去找 抗生素還是疫苗 我以碳鞦菌為例 現在南韓竟然在北韓的脫北者 他具有軍職身份 從他身體上找到了碳鞦桿菌的病 正常人怎麼可以有這種東西 他被植入嗎 對這個淡菌病的抗體 原來他們就懷疑 說現在北韓已經普遍 在為他們北韓的士兵 或者高官注入這個碳鞦菌的疫苗 也就是說有一天我北韓 真發動碳鞦菌來對你南韓全境攻擊 我北韓的士兵 我北韓的高官不會有事 好那這種彷彿打造電影生化人的版本 讓現在南韓感到相當的恐懼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無孔不入的滲透攻擊 說到了無孔不入記得嗎 以哈戰火的最一開始的 自發怎麼發生的 非常恐怖的天空 哪來的這個動力滑翔翼 就直接空降到你的領土 開始大開殺戒 金正恩都在看 金正恩也要如法炮製嗎 我想主持人 北韓跟哈馬斯 本來就有軍事交流嘛 所以這次呢 北韓看到了哈馬斯入侵以色列 是成功的 就以那一兩百人 結果以我們說的無人機攻擊也好 或者是滑行傘就飛行傘的這樣的一個 突然鎖定你以色列邊境比較脆弱虛弱的部分 我就突襲 他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啊 也不知道到底是哈馬斯給他起發 還是根本就北韓叫哈馬斯 現在人家就講 如果有一天 北韓如果要對南韓做這種突襲式的攻擊 會參考這樣的方法 那又讓人想到我剛說的韓劇 愛的迫降 愛的迫降 本來其實是女主角 她從南韓在玩飛行傘 不小心掉入到北韓 那現在反過來喔 是北韓特別訓練這樣的人 可是講到你說要用飛行傘 然後空降到精準的地方再去做突襲 你北韓有這樣的人才嗎 有耶 我告訴你喔 前陣子北韓有一個武器的展覽 結果這個軍事武器展覽 突然有人就看到天空從天而降 一名頭戴紅藍白鮮艷色彩的頭盔 跟攜帶著他們勞動黨黨旗 從天開始緩緩的要往我剛剛所說的廣場中央降落 你看下面人都在鼓掌也包含金正恩 真的能有那麼精準嗎 你還攜帶了一面黨旗耶 結果你知道最後他還真的就成功降落在廣場正中央 神乎奇跡啊 然後金正恩非常高興 立刻上前跟大家合拍 因為我剛才講的紅藍白的同盔 還有那樣的一個降落傘 跟剛剛還戴著黨旗 金正恩就上去跟他合照 合照之後現場就狂呼 說這個人是我們的北韓隊長 不止一個人 這是一支部隊 你看好幾丁傘 你北韓有北韓隊長 你美國有美國隊長 我北韓有北韓隊長 他說他是火箭人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色彩鮮艷的這個飛行 我們說傘兵裡頭的這個傘兵隊長 傘兵的超級執行者 他的確有這樣的執行任務的能力啊 縱貫我剛才所說的 有病毒也有滲透文化也有突襲 南韓有可能有一天 本土會遭受到北韓這三個方式的秘密滲透與攻擊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問五七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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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五七暴新聞